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 月底将率立委团访问中国 行程四天三夜 原先号称至少20人 但连续问了好几位立委 都说地方有行程不方便参加 我个人事实上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都知道 本来是要4月18号去嘛 本来是行程上比较可以 我事实上是很想去的 但是因为我的行程 我现在还在看 因为我有一个地方的这个 妈祖的绕境行程 我们还是有份内外 所以书记长 爱构处 我这边要雇我们的这个党团 区域立委说要雇选区 不分区也不捧场 除了赖事保公开表达不妥 不少人也私底下说 缺席院会会造成社会观感不佳 现在确定要跟的 只剩下不分区的汪小玲 选区在竹苗的林思敏 郑正前 邱振军 还有原住民立委黄仁 人数谨慎各位数 非常想问 有没有带他去中国的这个事情呢 谢谢大家 有事情吗 就会起东西都论不太多 好 原本我约韩国瑜 但韩国瑜表示这件事情不太好 然后甚至党内 也有一些人是反弹的意见 韩院长可能现在正在开议期间 所以他当然没有时间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尊重个别委员的 在行程上的安排 为什么国民党 他们跟北京的距离 永远比跟台湾人民的距离更近呢 库昆吉总招 您作为总招率领党团 请要遵守立法院的运作原则 立法院的议程一定会往前走 不会等人 不会等特定政党 争相到中国去 抢当中共的代理人 国民党党团跟国民党党中央 先讲好到底谁代表谁 仿中议题 来营内部难得出现杂衣 绿营人眼以待 就看他们去 能交出怎么样的成绩 说服社会大众 明星文 邓华报导